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我们韦医师总共已经跑了国外 我说他是用双脚跑遍这个世界上 这个美丽的城市 那柏林马拉松那一场 其实我刚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 我一定要现在要来讲一下 这个韦医师在他的文章后面写了一句 让我觉得很想要 韦医师我可以憋你一下吗 听讲 他最后写了一句说 你本来想要创自己的柏林马拉松 你本来要创自己的PB 到最后因为你看到乔包 你很感动 刚刚差一点点又掉泪了 然后你说到最后 很抱歉不好意思 我只跑了4小时07分 天哪 为什么要抱歉 这4小时07分对很多人来讲 是很快的 这是相对的 那你希望能够跑得更好 跑得更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去国外跑步 那么贵 然后跑越慢 其实才是赚到 有人这么讲 也有人这么讲 对对对那个台北跑者说 跑久一点嘛 你要反正花那么多钱 一样嘛 其实对 有是我 我后来我就是常在国外 就是不会去拼自己的成绩 然后再带相机 去边跑 用双脚去礼物 那个城市 有一城市很美 其实韦医师最棒的地方 就是说他除了跑步之外 你回来你都会写成 让我们这个像我 因为为了做这个访问 然后我就把唯一式的部落格都翻遍了 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也跟着你一起去跑了十几场国外马拉松一样 那等于就是 尤其我的文章大部分是在飞机上写的 我用电脑直接就key了 他们睡我没有睡就把key 炒稿都把大概都打好 因为印象最深刻 那时候又很感动 过十一一九就不感动了 所以我刚刚最让我惊讶的一场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你最新的那个部落格那个文章 就是你写说跑在博物馆的马拉松 为什么我很惊讶 因为其实我有去俄罗斯旅行过 我参加我跟团 然后去参加过十二天 可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俄罗斯那一趟 可能我发生太多意外 因为我又被偷被抢什么一大队 然后摔倒什么 你到哪一城市 我什么莫斯科啊 然后圣彼得堡 我是在寝车里面 就是搭那个八小时 然后钱就被偷光光 睡觉的时候 然后还有去参加那个什么 最大的那个地铁 那个火地铁站 然后又再被爬一次这样子 那我刚刚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的灾难太多 然后俄罗斯 他这个国家的城市名字都太长 我完全记不起来 我现在脑袋里面一片空 可是我看韦医师的文章 你很清楚的写说 你们从哪里跑到哪里 跑到哪里 什么东宫 东宫啊 那我就在想说 天哪这些地方到底是哪里 我有没有去过 所以我想说好像要用双脚 用双脚 这样子跑 比较印象会深刻 其实那个跑的时候 大会就有一个地图了 大概知道你会跑哪里 先做完功课了 还没去我们去做完功课 会跑哪些的 先把那个网站 他会去哪个地方 然后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既然看完了 然后再去那个地方 尤其是 那个我第一次到所谓共产国家 所以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 是反共抗恶 那就是我们这抗这恶 到底恶 这个恶国到底多恶劣 看看 然后用脚去看看这城市 发现我们那时候 以前那时候教育 完全跟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真的啊 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民族性 他们的那个和善的程度 友善的程度 做办马拉松的 的那个效率 还有警察的威严 那个 他们没有做很多广告 其实圣比德堡 马拉松 他们没有做很多广告 我们去的时候以为说 很多附近都不知道 明天会跑马拉松 但是一旦开跑的时候 那警察一站在路口 说管制就管制 说管制就管制 也没有敢按喇叭 然后他们待在 排那个塞车 可以塞了一两公里 他们把火 熄火了 然后下来跟我们加油 也没有能干狡 也没有说骂我们 然后我们后面 有些跑友说 他跑得很慢 跑了五个多小时 有一个路口 一个圆环 五个路口 最重要的汇集 那是圣比德堡的火车站 他们叫莫斯科火车站 到那边的时候 是最车水马龙的地方 竟然通通通通通管制 然后就一个人跑过去 所有几百辆车子 挡到那边 所以他们那个 执法的威严 非常的严厉 说管制就管制 然后跑的过程当中 很多都是他们建筑物 都是像博物馆的建筑物 都是几百年的古迹的 所以你看到过程当中 都很感动 只是说我当时也想说 有哪一个人 说体力好的话 带个每个人发小耳朵 小蜜蜂 然后边跑边介绍 就是边导览就对了 那个体力要很好的 对啊体力很好 而且要很熟悉的才有办法 因为我是跟他导游讲说 你这样子好好练 练马拉松 到时候来当马拉松导览 对啊 我觉得我意思你可以哦 可能你自己本身你的体力 你看跑成这样 你应该是越跑越年轻吧 这样子啊 年轻是别人讲的 当然还是年轻 也还是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那个跑者广场 有那个马拉松记录啊 对 他有画曲线图 你会发现你的成绩越来越差 真的年轻还是有影响 没没没 你要告诉你自己说 你已经跑过一百码了 接下来的人生 你就是慢慢的欣赏 所以那不是你曲线掉下来 是你故意的 哎呀 那不可能啦 这个是 这个是 因为跑步啊 所以讲这个话 可是我在想说 韦医师其实你的 跑步的组合还蛮多元的 因为我看到你写了一百 一百场的中间 其实你也跑了 一百码 一百k 然后你也参加 两场 二二六 二二六的 对 其实你是先跑步 然后才开始去玩三铁吗 三铁啊 我本来不会游泳啊 本来不会 我本来汉鸭子啊 那你是几岁开始游泳 就是2000年要参加铁人三项的时候才参加 哪一年参加铁人三项 2000年 第一次 2000年那是51.5公里的一般铁人三项 就是在花莲礼仪坛 我本来因为他们说参加铁人三项 我当时会有跑步啊 有些骑单车啊 不会游泳 先报名了 那时候汉鸭子 不会 那时候你几岁 2000年 2000年42岁 所以你是过 你是40岁以后才学游泳的 对 然后就去游泳啊 然后就赶快去游泳 练了一个多月啊 练了一个多月 哇塞啊 我游游游 都在健身房里面 因为我刚好健身房里面有游泳池啊 然后跟教练学什么游泳 其实没有 他没有 也没有拜师啊 教我怎么换气就好了 练了一个多月啊 不要小看哦 我练了一个多月之后 然后参加2000年的那个 花莲礼仪坛的 那个好像同一杯啊 同一杯的铁人三项 就500多个一下水 我可以滴一个游上岸 为什么啊 你怎么那么厉害 那厉害啊 还是你是那种天生 你就是那种天生的好手啊 天生好手 哦 又开始臭屁了 怎么办 我臭屁了 我每次讲到这个 我讲到这个 你还讲说 我练一个多月 就参加铁人三项 我可以500多个下水 我可以滴一个游上岸 怎么讲 因为我太太在旁边看到 这个有人证了 我跟你讲 我有人证 我500多个滴下水之后 那水太冷了 一分钟 你只要往前游 我往后游 好了解了 我听个游上岸啊 那游上岸上岸的时候 那个大会司宜 还大会广播说 那位放弃的 你靠边脸 不要影响别人比赛 好丢脸 然后大会广播说 你那个晶片交出来 器械投降 第一次 真是丢脸透顶 不过那时候 你也很勇敢 对啊 你才学一个多月 你就敢去游 那个踩不到底的 然后那个 因为太冷 水太冷了 其实我本来很怕冷 后来那时候 回来的时候 痛定失痛 问人家说 为什么那么怕冷 他说 那你要夏天 夏天都要洗冷水灶 游冷水 然后秋天 就像秋天了 继续洗冷水 冬天也洗冷水 然后去游冷水 我真的很下心来 就是一定要克服这个 我说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我明年一定要去参加 我要把它完成 我最大的惡点就是怕冷 所以前期游冷水 我到现在的寒流 都一样可以游冷水 所以你真的是完完全全 我觉得我意思 你这样是毅力很惊人 我部落格里面写一个 我在寒冬有游冷水 寒冬的时候有游冷水 你在部落格里面看看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 要完成这个 你就必须要去克服 很多很多你原本 可能你天生就会怕的东西 对 后来因为这样子 我本来很怕的 我本来买很多乙毛衣 乙毛衣 毛线衣 一堆的东西 后来乙毛衣 很贵 好几年都没有用了 好几年没有用 快丢掉了 根本就用不到 再冷的时候 我都去游冷水 寒流来的时候 最好去游泳 以游泳时都剩你一个人 可是我正在想说 你为什么会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当着铁人 因为其实 我现在回合我讲一个说运动 我们以前讲一个333的政策 一个礼拜至少三次 一个礼拜至少三次 一次至少三十分钟 运动能够心跳能达到130跳 OK333的 其实那是20世纪的 21世纪新的世界卫生组织 希望333是另外一种解读 更先进的 就说第一个3呢 也是333哦 第一个3 要一个礼拜至少300分钟 300分钟 等于是五个小时了 一个马拉松差不多了 要300分钟 第二个3呢 要三项不同的运动 真的哦 光一项运动不可以 不够了 不是不可以 不够 要三项不同的运动 然后呢 第三个3呢 前面那个三项的不同运动 要有一项是能够达到心跳130跳 哦 所以有人说 我打高好夫可不可以 我每天打高好夫 对不起哦 只有一项 还不及格 而且高好夫也达不到心跳130跳 好我天天游泳 游泳可以心跳达到130跳啊 可是就一项 你游泳之后 你对那个 骨质疏松没有帮助啊 骨质疏松一定要 一定要对抗地吸引力的 骨质疏松 那什么对骨质疏松有用 好不啊 对抗地吸引力的 爬山 跑步 有氧 舞蹈 重力训练 对抗地吸引力的 对骨质疏松有帮助 这样子 OK 所以你光游泳也不行 光跑步 跑步的时候 一直跑步的话 你身体还是不协调 还是有问题 所以用三项的不同的运动 单车 游泳 跑步 所以我一般的 我跑完一个马拉松之后 第二天我就去游泳了 哦 或骑单车了 所以你现在很会游咯 会游 可以完成 速度不够快 我下铁人三项 我一堆 我还是可以游上岸 包括226 游3.8公里 游上来之后 我每次游上岸 我都回头看 水上还有几个人 然后我去找单车 我不用找 剩那一步就是我的 对 那当然我游泳很慢 然后骑单车开始追人家 然后最后跑步 再追人家 我追人家 我设定目标 只要被我看到背影了 被我看到屁股的 我要把它干掉 好胜心 对 这个就是一个 为什么参加比赛 就是 别人就是你的老师 就是对手 可敬的对手 对 你有写了一个说 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中 你认识很多朋友 然后你又常讲了一句话说 除了朋友 然后还有一些是可敬的对手 可是这个敌人 可是这个敌人 并不是真正我们所说的那种 所谓的坏人 你要把他打倒到他的敌人 而是激励你自己的敌人 对 人没有朋友 不会寂寞 那个没有敌人 肯定寂寞 所以你要有敌人之后 它会激发你 如果说假设没有参加比赛 我骑单车 骑了180公里下来 就累了 就不想继续跑了 结果有人在你前面 你就想去追他 看到兔子出现了 追追他 那种追的感觉 就是他就是你的老师 他在你前面 要以他人为师 向他致敬 然后追过他了 跟他打个招呼 互相鼓励 事实上包括铁人三项 包括马拉松 都是在竞争场所里面 并不是非笑 你说你死我亡的状况之下 像一般的 像网球 乒乓球 那是要把对方击败 要把对方击倒 你才要胜利的 像马拉松不是 大家都胜利着 对啊 我说大家互相鼓励 加油加油 也希望你也完成 我也完成 那每个人都得到奖牌 所以那种 你把它推广到我们职场上 工作场所来讲 我们职场上 彼此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 所以马拉松并不是一个对手 是个伙伴的关系 所以在马拉松场所 那个跑场上 或铁人三项的比赛场上都是朋友 对 又是个竞争对手 而且他可以激励你 让你不要偷懒 其实我们正在想说 如果说也因为跑步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意思 你也认识了很多 可能你一辈子 不太可能去认识的朋友 那我在想说 你的坏朋友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我们在最后一段的时候 再来好好的再聊一下 是是 OK 好 谢谢 谢谢